這是柯文哲10月7號要出版的個人自傳漫畫 但都還沒開賣卻在作者序先出包 柯文哲序中寫到 在台灣比較不常見用漫畫來呈現嚴肅一題 還說西門町和華音街有動漫基地 但是書架上還是日本漫畫多 沒有看到用漫畫來討論重要主題 但這番話惹怒台灣漫畫圈 來到華音街的台灣漫畫基地 這裡超過九成書都是台灣創作者來創作 而像是這一櫃 專門就是擺放歷史人文相關的故事 像這一本就是專門講228事件歷史故事 你去掃一本臉書昨天有多少人在生氣 或者多少人覺得悲傷 覺得努力沒有受到肯定 或者沒有被看到 他把這個載體看得還是一個非常看似以為創新 但是漫畫的歷史是很長的 並不是他想像中那個 這樣就可以跟年輕人拉近關係 我希望他不要用無知的態度去面對 他所不理解的事情 柯文哲漫畫未賣鹹洪洞 網友留言猛洪 不要一張嘴就說謊 根本在裝懂 還有時事漫畫創作者反諷是當我們笑話嗎 就連立委都看不下去 完全惱怒了整個漫畫界 柯文哲要消費文化 請把起碼的功課做好 他難道不知道這幾年台漫創作的題材非常多元 說大部分都是一本漫畫 這不是事實 雖然較少接觸漫畫 但是他絕對不可能瞧不起這個產業 所有台北市場中最重視漫畫的一位 柯文哲打著最重視漫畫旗號 想拉近和年輕人距離 但疑似在字序中講出真心話 書都還沒開賣 先惹得滿身正義 三十五號成本後才用台北怎麼到